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期讀 這一篇要做真的是太開心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NBA的粉 所以十個有關於NBA的一些Facts 是你可能不知道的 你知道嗎?在我讀完之後 我都知道 至少後面有一些我還真的 I lived it I lived it 就是當時在發生的時候 是我也 我已經在看NBA的時候了 所以有的時候會覺得有一點點 我有一點點 sentimental 因為你所知道的一些 你以為是你的人生中發生過的 就是甚至是 回頭一看好像還在背後的事情 現在已經變成歷史了 所以anyway 我現在promote一下下 我現在在Clubhouse 也開了一個社團 那如果說你想要跟我一起練英文口說的話 不需要錢 因為Clubhouse我也不知道怎麼收錢 跟我的YouTube一樣 這影片是不會有任何的金錢上的這個 需要付錢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加入的話呢 你可以跟我一起來練練你的英文口說 因為我知道閱讀跟聽力 都是你可以自己用一個孤獨的狀態 讀東西或者看我的影片 你能夠慢慢增強你的英文聽力跟閱讀的能力 但是寫作跟口說這兩件事情 是一定需要 有互動才行的 我知道有 我又有一個在臉書上看到一個老師說 蛤 我覺得不同意 我覺得口說 我自己的口說就是自己練起來的 Really 好 我看他錄的影片是都很厲害 講得好像頭頭是道 可是那是你先綠落的東西 你有辦法跟我一起對話嗎 我覺得我個人是蠻懷疑的 說真的 OK 你的對話這件事情是很spontaneous的 所以我如果丟你一個問題 你要回答給我回來的時候 你沒有經過長時間的練習 就是你口袋裡面的東西可以隨時 手伸進去掏出來 伸進去掏出來 拿東西出來的話 你沒有經過這樣子的training的話 這樣子慢慢很久很久的 泡在裡面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能達成的事情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跟自己講話 能夠增進口說 說真的 你可能可以增進你演講的能力 說真的 像我現在 你要我馬上這樣跟你講課 還OK 我可以 我可以隨時跟你講12堂課的文法 可是 你要我跟你聊天聊得起來嗎 不一定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覺得我是一個 非常spontaneous的人 所以像很多看到clubhouse裡面 有些人主持功力很高 我都覺得蠻厲害的 我都覺得我自己大概做不到 OK 你能夠 You have to be very snappy 一個問題丟過來 一個問題丟回去 然後人家在說一個什麼事情 然後你馬上還以一個玩笑之類的 這個東西我相信 是一定需要練習才能夠練起來的 所以 你如果覺得這是口說的一部分 那OK 你如果覺得這不是口說的一部分 那或許我也是 I respect that 但是我還是覺得 無論如何 跟人家有點點 這個言語上的interaction 有什麼不好的呢 所以如果你想要練習笑笑的話 參加我的這個社團吧 好前面講的廢話有點多 抱歉 而且不是要給你看這一頁 來我們來看的是NBA 10個有趣的NBA facts 你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這邊給你看一張照片 竟然是Russell Westbrook 來我看一下來 所以還不錯 我現在這邊有辦法 可以直接放大文字而已 所以這個希望對同學來說是有幫助的 來吧我們看下去 前面一開始說了一大堆 NBA現在71歲了啦 然後有一個很了不起的歷史啦 什麼的 那這個都不管 我們現在 他就在鋪手 我們直接看下去他這裡的 這個一點一點的facts 第一個 這個人的名字叫 Shaquio O'Neill 我希望你還認識他 我們稱他為大鯊魚 這樣子 Made only one three point shot ever 所以他 他就只有射進過一次三分球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 interesting fact 這又怎樣 很多中鋒或許一輩子都沒有射到三分嗎 所以 I don't know 有或許很多中鋒很會射三分球 現在很多中鋒很會射三分球 So one of the best all-time NBA players 所以他是世界最了不起的球員之一 Shaq is a four-time NBA champion and a fifteen times NBA all-star 所以這個time應該不要加S 但沒關係 所以他是四次的NBA總冠軍 以及15次的全明星賽的這個就加入這樣子 He dominated each and every aspect of the game 所以他 在NBA這個 籃球這個比賽中 什麼他都主導著 dominated each and every aspect of the game aspect就是層面 這個比賽的任何層面他都很厲害 except one 只有一個 就是 He has attempted 22 3-pointers 他總共嘗試射過22次的三分球 cool in his entire career and has converted only a single out of them 所以這 1 out of 22 所以 OK 這convert就是轉換 也就是說投進去近了 所以你這次的attempt 就轉換成了三分了這樣子 所以他只有convert converted only a single out of them It is hard to imagine a player with 這麼多bucket 所以他11,196 所以這1萬多的 這個bucket的意思就是 就是投進球 進籃成功 那bucket不是筒子嗎 對啊 那跟籃球的籃子上長得差不多嘛 所以很難想像一個 就進過了1萬多球的人 in his NBA career career but only a single 3-pointer in it 但只有一顆 三分線嗎 不是嗎 很難想像不是嗎 so it was on 16th of February 所以1996年的2月16號 1996 when Magic inbounded the ball and with 2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one of the ugliest bank shots ever in the history of NBA was made by Shaq 所以這個就是魔術隊 魔術隊這個inbound的意思就是 把球傳入場 然後只剩下這個 2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也就是在表定的時間裡面 這個 常規時間裡面 只剩下2秒了 然後他就 投了再說吧 所以這個是 NBA史上最醜的bank shots 所以這裡可能就有一個 你不太熟的東西 這裡的bank shot 的意思就是打板 OK 那你說如果沒打板 Nothing but net 所以就是 什麼都沒碰到 只有碰到了網子 shot的聲音而已 這樣子 那要是你有 那要是打到籃 然後咚咚咚彈進去 我們有時候會用rattle 之類的 so the ball rattled on the ring a little bit before it went in 那如果今天打到板 咚咚這樣子 我們就叫它 bank shot 這樣子 所以這是史上最醜的 bank shot之一 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是有影片的 有興趣的自己看 來 第二點 Air Jordans were once banned from the NBA Air Jordans是什麼 鞋子啦 所以 Jordan的這個 空中飛人鞋 曾經一度在NBA被禁 為什麼被禁 穿了因為 因為你穿的就會跟他跳一樣高嗎 Air Jordan was born in 1985 所以1985年就有了Air Jordan It's still one of the best all-time basketball sneakers Correct 所以你看他 95年 85年出生 現在還是 所以你看他就用實態非常精準的表達了 他以前怎麼樣現在還是怎樣 所以實態動詞的精準 So still one of the best all-time basketball sneakers Sneaker這個字就是球鞋 你可能會講Running Shoes 可以啦 Running Shoes Gym Shoes Sneakers 甚至有Court Shoes OK 所以Gym Shoes Court Shoes Court Shoes 一般講的是可能是打羽毛球之類的 因為有個場地之類的 所以Court Shoes 好所以這些都可能是 甚至還有像 Cross Training 所以你在這個球 在那個運動用品店 你會看到 一些鞋子是專門來給你Cross Training Cross Training 我實在不是很會翻譯 總之就是那種 做一下那個運動 做一下那個運動 然後逼自己 心跳加速 然後再換一個運動 然後休息一分鐘什麼這些的 我們有時候稱讚 這個大概就是Cross Training 如果我有錯請糾正 對不起 So they are growing bigger year after year 所以每年越來越大 However The start was not that easy 所以開始有Air Jordan的時候 沒有那麼簡單 The sneakers During that time Were mostly white And the players were told to wear shoes which match their uniform Oh that's why 所以在那個時候 的Sneaker 通常他們就白色 那球員會被告知 要穿這個鞋啊 跟他們的uniform 會match 這樣子 以及 and the shoes of their teammates 所以需要match你的uniform 以及match你 隊友們的鞋子 但是 The early Jordans came in black and red 所以早期的Jordan 的確 黑紅這兩個顏色 真是太美了 Air Jordan 真的大家都好想要 而且我國中的時候 已經有Air Jordan 然後那個時候 學校當然還是不能穿 因為學校 那時候 我那時候國中的校規是說 白色的底 然後可能加一些紅色的線條 是沒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只允許紅色的線條 但總之 Air Jordan black and red 就不可以穿 那還是有同學很屌 就真的穿了 因為就是太愛了 大概是 好 came in black and red combinations which were not liked by former commissioner David Stern 所以以前的這個 David Stern 就先前的那個 NBA的委員長 就是 FORMER COMMISSIONER 所以FORMER 這個只有錢 所以NBA的前委員長 那個 屎登 我記得中文把它翻譯成這樣子 就沒有被他喜歡 because they were matching with Chicago Bulls uniform 蛤? 有 有match不是很好嗎 我再往前看一下 mostly they were told to wear shoes which match their uniform and shoes of teammates 這不是很好嗎 I don't know 好 Stern find Jordan $5,000 for every game that he played with these sneakers 所以 他當時 Jordan你要穿 那我就每一場比賽罰你5,000塊 Jordan才不屌勒 Jordan didn't care because all the fines was paid by Nike on his behalf oh that's why 所以 Jordan 沒屌他 你要罰就罰我吧 因為Nike幫我付錢 這個實在是太聰明了 Nike這個是 哇 太聰明了 要是我是Nike 我也會很樂意幫你付錢 Jordan穿著自己的球鞋打球 這個publicity 開玩笑 這個宣傳 OK 這個publicity 哇 這個fact我覺得很有趣 OK 所以當時的Jordan每一場球 被罰5,000塊 然後是Nike付的 OK Or the fine was paid by Nike on his behalf 替他付 替他付 所以這個publicity on somebody's behalf 這個事實上也蠻常見的 OK 所以這個fine 是罰還的意思 所以付了罰還 Nike付 It was not a big price for Nike in return for what they got 沒錯 我剛剛講的就這個概念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大筆的 很高的費用 for Nike 因為他們回報所得回來的實在是遠超於這個fine in return for what they got which was publicity OK 好 第三個fact Coby Bryant's first NBA contract was co-signed by his parents of course of course how can you not know this but this can be interesting fact of course 像我所知道的是 Coby在高中畢業就直接加入NBA 所以還沒有成年其實 OK 所以他需要一個cosign 也就是 不是他自己簽 還有監護人一起幫簽這樣子 好 第一個NBA合約 是父母一起幫簽的 所以看一下內文 Coby Bryant was the 13th pick in the 1996 NBA draft 第13個選秀順位 96年那個是黃金年 真的是 太多太多強者 從那一年出來 So he was selected by Charlotte Hornets 所以他是被夏洛特黃蜂對選 And was immediately traded to Los Angeles Lakers 然後馬上被交換到了胡人隊 然後就在那裡待了全部他的職業生涯 所以這是當年我們的NBA是這樣子打的 你在一個球隊你就把他打完 當然中間Coby也曾經說 想要被trade或之類的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好的teammate 好這個歷史大概你就不用 不用我補述給你知道 你應該知道了 And rest is history 而剩下的就是歷史 沒錯 有時候我們會說 一件事情這樣子就這樣子 然後剩下你都知道了 所以我就剩下的就是歷史了 所以這個是在 口語上呢 或寫作裡面都可能看到的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這樣子 而剩下的就是歷史了 好像中文也會看到這樣子的一種expression 我好像在一些文章中看到過 So which all you know 所以剩下就是歷史 而歷史你都知道了 One of the other stories concerning the draft 所以另外一個故事有關於這個選秀 Draft was that when Kobe was drafted 當Coby被選的時候 He was not 18 years old 還沒事吧 The rules for eligibility to an NBA draft Were different during those times than those are today 所以那時候這個就是 你能不能合格參與選秀 所以這個符合資格就是eligibility 這個字我們以前真的也看過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 我真的越來越覺得我的影片就是 在重複rehash很多我們前面講過的字而已 所以英文又很難嗎 真的沒有說真的 好 所以eligibility 當時的eligibility的規則 是跟現在來不同的 Coby's parents had to co-sign his NBA contract 你又看到on his behalf 所以代替他來一起簽著一個 Until he turned 18 that year 直到18歲 好這一點不錯 第四點 The shortest player And the tallest player In the NBA history Played once for the same team Cool 所以NBA裡面歷史上 In NBA history 歷史上最矮的跟最高的球員 曾經一度打同一隊 Awesome This is awesome 最矮的 Moxy Boggs 他在打的時候 他當年還在打的時候 我也 我就已經在看籃了 所以 所以他好像待過多人多暴龍隊 他真的很矮 他比我還矮 其實 他好像把他一六幾而已 還是一七出頭 所以如果今天是我站到旁邊 可能還比他高一點點 那最高的球員 BOOM這個這麼高 Alright 所以他們當年打的球隊 是華盛頓子彈隊 後來也不叫子彈隊了 因為覺得政治性不正確 子彈這個 槍子彈 他們會覺得很不好 所以Moxy Boggs 5x3 He is the shortest player to play in the NBA Moxy was an amazing athlete 他很厲害 And was famous for his steal 很會超球 He was so small that in one of the plays He even went through the legs of a player 所以他矮到曾經他有一次 從敵人的胯下轉過去 這樣子 He was an underrated shot blocker 而他也是一個被人低估了的 的一個 shot blocker是什麼呢 就是蓋火鍋的人 Shot blocker Underrated這個字 rate是 你知道高低 或者就打個分數叫rate 甚至有綠的意思 所以underrate就是把東西給低估了 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underrated player 然後另外一個 他叫做bow OK 前面的發音我不太確定 那他77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tallest person to play NBA He was an amazing shot blocker 當然他就是一個厲害的蓋鍋者 And rebounder 然後搶籃板的人 He was an underrated 3-point shooter 而他也是一個被低估的 三分線的射手 超屌 所以在87-88 season They both played for the same team in Washington Bullets 所以那時候叫華盛頓子彈隊 OK 第五點 LeBron James eats and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Cool 所以LeBron James幹嘛呢 他吃東西跟寫字是左手 所以他其實是左撇子 所以左撇子叫做 像如果說 如果我要跟你講 我是個左撇子的話 我就會說 I am left handed 所以這裡要加一個ed 所以這樣就是左撇子 OK I'm left handed I'm a left hander 這樣子 So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players On the planet right now 所以他是世界上 目前 地球上最主導的 最有宅 宅智力 宅智力的球員之一 LeBron James eats and writes with his left hand 所以吃東西寫字 用左手 OK 但是他是一個這樣子的狀態 ambidextrous ambidextrous 我們來 我想要確認他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找一下給你看好了 我大概猜得出來了 那其實左右開弓 OK ambidextrous Cool Alright 所以他左右手都行 ambidextrous 所以今天學到一個新字 蠻好的 ambidextrous Alright LeBron shoots with the right hand and is usually considered right handed 你看這邊就有 right handed就是右撇子 所以他右手投籃 而且通常被認為是右手 but the fact is he uses his left hand for almost everything other than shooting the basketball 但是他在生活上的其他任何幾乎所有事 他都是做手完成的 所以but the fact is he uses his left hand for almost everything other than shooting the basketball 所以除了射籃球之外 其他幾乎所有事都是左手 I'm being asked about this 所以在當他被問這件事情的時候 I'm being asked 就是被問 about this he replied that he tried to imitate his idol Michael Jordan and Penny Hardaway Oh my god OK 所以他回應就是他試著來去模仿他的 這個idol 他的偶像 Jordan跟另外一個叫Penny Hardaway 事實上Penny也真的很厲害 後來受傷沒辦法 所以他孩童的時候學這兩個人 所以他就開始用右手來射籃 and started shooting with the right because they used to shoot with their right 因為他們也是右撇子 So just imagine if LeBron starts shooting with the left too 想像一下如果他真的用左手射 說不定更強呢對不對 Right So how much fire do you expect then 好 anyway第六點 60% of NBA players become broke after 5 years of retirement 這是我知道的 所以60%的NBA球員 就退休5年內 或者5年後 對不起就會破產 OK 所以 這邊解釋一下一下 所以 break這個字是 動詞 那過去式是broke 那過去分詞是broken 那當然還有現在分詞是breaking 這個就是這個動詞的 四個形態 如果你要講圓形的話 它跟break一樣就是 好 我要講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通常知道 像例如說 I am 後面會加一個動詞變化嗎 這樣是不會對的 因為b動詞已經是動詞了 你再一個break是會錯的 所以如果說 I am breaking somethings ok 我是在打破這什麼東西 那把它換成倒過來就會變成 x被我打破了 x is broken by me 對不對 這個你懂 所以我在打破x x被我打破 所以通常b動詞後面會接的 b動詞後面會接的 要不就是這個 要不就是這個 要不就是你主動在做這個事情 要不就是你被動的被怎樣 所以如果說你說 I am broken 聽懂嗎 這個不是說這是錯的英文 I am broken 是我壞掉了 我沒有要講色色的意思 但broken 其實是ok的 在一些其他的用法上 例如說 I don't know 假設我今天 我的人生一團亂 然後我就吸毒嗑藥 然後到最後 我到龍山寺旁邊去當遊民 我可能就會說 I am broken ok My life is broken 這樣子 那可是 這裡就是一個特例 就是這個broke的過去式 其實可以當成形容詞 他的意思也就是 靠北 不小心按成開心檔案 對不起 所以這裡的broke的意思 也就被當成是破產了 所以的確 這邊有句英文 I am broke I am broken 如果今天要講我是破產的 你要選哪一個 你要選的是 I am broke 不是我要按照的新檔案 我在幹什麼 好 所以 I am broke 是正確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講我破產 這是你要選擇的正確答案 這樣聽懂齁 好 所以他的標題的確也是這個 這個內容 所以 60% NBA player become broke after 5 years of retirement 這個是很有名的人 叫做Latrell Spreewell 那他好像就是一個破產的知名者 很知名的 This data is based on a study by Sports Illustrated 所以這個是運動畫刊很有名的一個雜誌 所以運動畫刊 他做了一個 這個data是他去收集來的這樣子 So it has been done a few years back in 2009 所以這個研究啊 從2009年就開始做了這樣子 but the trend is the same even today 但是到今天 還是同樣的一個 一個趨勢 就是球員 6年後 5年後 6年後就會破產 這樣子 好 所以NBA權 How can an NBA player who earns millions go broke 所以goal broke一樣就是 好 就破產掉這樣子 他們賺了這麼多好幾百萬 怎麼會破產呢 So this is an obvious question which comes to mind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很明顯的會 大家想到的問題 comes to mind But the study is true 但這個研究的確是這樣子 A player earns millions during his career and has a luxurious lifestyle 一個球員賺了好幾百萬 然後一直有一個非常奢華的生活 luxurious lifestyle He spends all the money on cars shoes clothes houses 錢花在 車啦 鞋子啦 衣服啦 房子啦 以及住室之類的 and what not 所以這個and what not 也是一個英文章 常常看到的 就是and what not Alright Not hard to imagine where the money vanishes 很難去想像 到底錢從哪裡消失了 OK 很不難的去想像 不是很難去想像 不是很難去想像 So not hard Vanish 就是噗 這樣不見掉 Vanish How the players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and have to be financially smart 所以球員們必須要了解 錢的重要性 以及必須要在財務的理財上 financially必須聰明點 So LeBron James is a great example for this 就是LeBron James很聰明 所以他有請人來去管理他的資產 He has hired people to look after his business and financial matters The play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life after the NBA 球員要知道 NBA之後 還有很長的人生要過 Cool 第七個 There has never been a quintuple quintuple double in NBA 好 你都大概知道什麼叫double double 就雙十 雙十國慶 同樣我們也叫雙十國慶double double double 可能就是得分籃板雙十 不一定是得分籃板 也可以是得分助攻 也是雙十 所以只要兩樣數據超過了十位數 超過十位數就要double 因為double double digit double digit就是雙位數的這樣子 OK 那triple digit就是三位數 所以諸如此類的 所以double double就是有兩個十位數以上的 那如果說你有三個十位數以上的 就比如說得分25分籃板10顆 然後助攻也是十個的話 那我們叫他triple double OK 所以三個十 那我們可能四個呢 也是有的 四個的話就是 一樣剛剛講得分籃板助攻 可能還多加一個蓋火鍋 所以的確有一個quadruple 打錯字齁 OK quadruple double 所以這就是四個上雙十 上十這樣子 OK 所以quadruple double 但是五的quintuple就沒有 沒有人五個上十 所以五個上十也太誇張了說真的 而且到底哪有還有哪一個數據可以再變十個 例如說 哦 那個 偷啊 不是 呃 我為什麼講成偷呢 呃 steel 中文叫超球啦 靠北 超級 所以超級說不定也可以加 如果也是上十的話 那就很屌了 那所以說是得分籃板 然後助攻 超級 這樣就四個了耶 呀 四個 那第五個要哪裡來 通常第五個很丟臉的是turn over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是掉球的次數是超過四個的話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人 得到了這個四個十位數的 然後再加一個掉球超過十四的話 我都不知道該是稱讚還是要覺得他丟臉 好不管 來 所以double doubles and triple doubles are common in NBA 所以double doubles and triple doubles are common in NBA 所以double doubles and triple doubles 這兩個比較常見 但你有沒有聽過四個的呢 四個有 所以 史上只有四個球員 There are only four players in the NBA history to have a quadruple double OK 所以剛剛也有給你看 quadruple double 四個的 歷史上只有四個球員達成過耶 所以第一個是叫做Nade Thurmond 我不認識他 Thermond 22分 14籃板 13個助攻 12個火鍋 喔呀我剛剛少算了火鍋啦 所以超級的火鍋如果都喪失 然後再加得分籃板跟助攻的話 的確有可能是五個的 懂事你知道沒有了啦 好anyway Alvin Robertson 20個point 3個rebound 10個是10個steal 所以你看他不見的這個 最後的這個 通常要不就是超級 要不就是火鍋就是 OK Hakim Olajuwon 這個是在我所熟悉的年代的 Olajuwon 18分16籃板 10個助攻 10個block 超屌 然後 羅賓森 David Robinson 34分10rebound 10個是10個block Oh my god Now coming to the Quintubble double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Quintubble double in NBA Where a player has recorded at least 10 stat points in 5 category 五個項目裡面10個以上 沒有 好啦這有點拉拉扯扯托拉拉的 看第八點 Shaq challenged Hakim to a one-on-one 這個是我所活過的歷史 所以剛剛看過Shaq 就剛剛那個齁 俠克歐尼爾 大鯊魚 那Hakim是剛剛的那一個 quattriple double 的其中一個人 Right So Olajuwon Hakim 所以他們當年 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明星 那但是 Shaq比較年輕一點點 所以 他們曾經在 就是有對頭過 然後後來是 我記得是Hakim的球隊贏了 可是Shaq就很不服氣 所以他就跟他挑戰 我要跟你一對一耶 就鬥牛你知道嗎 所以 但當年因為沒有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並沒有看過這場比賽 但好像有發生啦 這邊說 So back in 1995 Shaq was 22 and leading the Orlando Magic 所以他當時22歲 他帶領著魔術隊 He took magic to the finals in that season 當年呢 打進了Walk最後的這個 Finals 就是冠軍賽 Though the finals had a different story for Shaq 但最後冠軍賽 對他來說是另外一個故事 He was opposite one of the best all-time centers of NBA 他那個時候 對敵就是 最棒的NBA 最棒的史上之一 Hakim Olajuwon Hakim scored more than 30 points each game 所以他每一場比賽都得超過30分 and outscored Shaq in every department 所以在每一個項目 剛剛的每一個category 都比Shaq還厲害 So the series was a clean sweep 什麼叫clean sweep 就是40 OK 很少出去 所以他們一場都沒贏到 and Shaq was very frustrated Shaq就不開心了 那 Shaq was so pissed at Hakim that he sent a note to Hakim after the finals ended 所以他 如此的生氣 以至於在最後的總冠軍決賽之後 他寫了一個note給他 跟他挑戰一對一 So the Taco Bell one-on-one challenge was due 所以這個時候就一個這個快餐店 Taco Bell 他專門賣那個墨西哥捲餅的 台灣並沒有 所以Taco Bell他就 喔好啊我幫你們促成吧 所以這個one-on-one challenge was due and even the commercial of it came out 所以連廣告都有 one-on-one 好 喔OK 所以後來cancel掉了 好沒有就沒有吧 來第九個 The shortest NBA player in the NBA Shortest player in the NBA In NBA history Blocked 39 shots 我們剛才說過Moxie Boggs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Moxie Boggs 最矮的球員 而且他是一個underrated shot blocker 還記得嗎 所以他其實有 紀錄過39次的蓋帽 或者是蓋活過 超屌 Just imagine a player having height 5-3 有時候我們這個就直接講5-3 你就不用講5 foot 3 inches 不太需要 OK Make it into the NBA This is not a normal story 這真的是一個很難發生的故事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man 所以是一個非常厲害獨特的故事 而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獨特的人 So Moxie Faced 所以他的名字有不好聽喔 Moxie Moxie 不是Musky 是Mug Moxie Moxie Boggs 他就面對了很多的批評 Faced criticism about his height at each and every phase of his life 所以在每一個人生的這個過程 或者階段中 Faced這個字就是階段 所以每一個人生階段中 都受到了對他身高的質疑跟批評 But he never gave up 從來不放棄 He worked effortlessly OK And Made it to the NBA 所以總之就是進了NBA 然後蓋了39個火鍋 OK 在比他高的球員身上 廢話 每個人都比他高 OK When he was in the NBA He was very special Sure 最後了 我們把他講完 Paul Pierce 也是我的那個年代的球員 皮爾斯 Was staffed 11 times And still played every game In the 2001 season 所以 他那時候被人家捅了11刀 然後還是打了每一場比賽 超屌 所以在2000年 9月25號 On the 25th of September Paul Pierce Was at a bus club in Boston 所以他在一個夜店裡 It was late in the night And unfortunately Paul was at a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所以 而不幸的是Paul 在錯誤的時間點 處於一個錯誤的地方 He tried to stop a fight 他試著停止一場人家在打架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club And was stabbed 11 times 他就是在那邊要捅了自己一下 He was stabbed in the face, neck and back 哇天啊 臉啊,脖子跟背後 Somebody even smashed a bottle on his head 甚至有人 拿一個瓶子在他頭上 砰就把他打破掉 這個會死欸 His former teammate Tony Petit Rushed him to the hospital And saved his life 所以他的前隊友 這個也是我當年認識的球員 Tony Petit 然後把他送去醫院 然後救了他的命 He had to undergo a lung surgery 他就必須要做肺的手術 Remarkably 很令人驚訝的是 He was back on his feet 3 days after later After the surgery on his own 所以在做完手術三天後 他就站起來了 OK Surgery就是外科手術 He soon came back to the court 然後回到球場上 And he started shooting 開始投籃了 One of the craziest things Was that he played 82 games in a season 所以他還打滿了82場比賽 And was the only Boston Celtics player To start all the 82 games in that season 而且是當年的那一 0102年的season 其實也就是過一年 唯一的這個 Boston Celtics的球員 先發了82場 超屌 For a person who was stabbed 11 times This just seems impossible 對於一個被砍了11刀 捅了11刀的人 這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This was because he was mentally very very tough 所以一個人在精神上很強 我們有時候就說這個 Mentally tough Mentally strong OK 好 好 所以精神上 OK He was very dedicated to his team and basketball 所以他對於他的球隊跟籃球 都非常投入的 酷 你有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I hope you do I hope you did Because I enjoyed it very much 因為NBA是一個非常喜歡探討的題目 有機會可以再做別的 或許我們有機會可以再找一個球員 來做他的profile 或他的biography之類的 好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